改一時學年度UBA 在這寒冷的冬天 休騰騰開打 就讓絕殺小組 帶你聽聽 健行科大籃球隊的戰況吧 這個比賽開打前 我們在前一周 我們先把球隊 先拉到高雄 做了一個遺地訓練 因為我們在以往的健行 可能在暑假這個階段 是一個磨合 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 因為那時候我們可能會在 很多的出國遺地訓練 甚至跟東南亞的一些 職業球隊 甚至澳洲的一些職業隊 來做到一些練習賽 然後增加球隊的強度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讓這個 行程能夠完成 所以我們決定在比賽前 把球隊拉到高雄 跟一些不管是 T1的一些職業隊 又或者是一些 P加的一些職業隊 來做一些對抗 然後利用這樣一個 高強度的對抗 然後再做到一些檢討 然後希望球隊在 第一周的UBA賽時 可以很快的 可以進入狀況 如果一百分是滿分的話 那還是幾個第一 謝謝 因為加入很多信心 你簡直講高一點 講高一點 等於七十分表現 七十分 就有點在極格別人 然後大家看到我們可能 健行真的好打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好打 他們很鬆鬆 對,可以 真的,我從第一人現場 我剛好就到阿啟戴借 所以從阿啟戴借各位 這一些相比 差滿多的 其實 那當然也是因為 很多大一新生 而且他上網沒有外援 所以球隊準備的狀況 會稍微長一點 但是我覺得 比想像中的落差還滿大 其實泰山要三個 三十七戰力 但是你也不是說 大一一進來 就可以馬上有 全接的問題 然後其實 強度上還是有差異 所以大概是覺得在七個邊 那你慢慢有上幾個邊 就是 我也是從大一的時候 阿啟他們那時候大四 然後在大二 上面就有雅瑄 所以我覺得大一到大三 整個球隊戰力是真的都滿 滿強的啦 對 然後今年可能就是 沒有洋將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光我們自己本土 我就覺得 真的有點不如以往這樣 就是 很多可能外線 像今年真的外線就是 還是有點落差 就像以前還會有雅瑄什麼之類 然後那些比較定點 比較 外線 穩定的 對 就還有停招 就是比較穩定 穩定一點的輸出 可是今年可能就是要看 大家的狀況 可能就比較會 高低起伏比較多 對啊 還沒給分數喔 對啊 分數三個 好啦 有七死 看來學長們的好表現 讓學弟們壓力不小 但這也成為了他們 想努力的動力以及標竿 即便今年確定沒有外援的加入 相信他們也絕對會是一支 不容小覷的隊伍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這個位置 就比我還好的學長 在這邊就已經很多了 然後像是景緯跟阿瑪 然後我算是進來 才發現有更多的技巧啊 防守啊 戰術觀念上面 就他們的觀念跟我的觀念 就完全在高中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就是 沒有什麼時候 頂著高中的光環進來這樣 因為你一進來 更好的在你面前 所以你還是要去 揣摩他 去模仿他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我自己 是從你開始 很好 你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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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像他剛剛講的就 我們的光環 光環 光環 就沒有太大的壓力 然後就做好自己 學弟的本分 然後光駐學長這樣就好 一樣就從防守啊 防駐學長 可以成為小巨蛋 成為 成為小巨蛋 哦 沒有 他們可以說是非常快的 融入這支球隊 那基本上不管是進攻端 或防守端 其實經過暑假兩個月的磨合 再加上這個禮拜的高雄一地訓練 其實看得出來 這三位大一新鮮的人 已經非常了解 健行在這個工坊兩端 在做的一些事情 並且在整個進攻端的節奏 他們現在也慢慢的 比較融入的球隊 泰山三劍客的加入 對健行加分不少 就讓我們好好期待 星球季他們的表現吧 而缺診一年的高成恩 一起帶傷打完 上個賽季的減停照 在漫長艱辛的復健後 捲土重來 即將在賽場上證明 自己的能力 其實基本上在 高雄一地訓練的最後一週 在面對到 台南台港獵鷹的那場比賽 他們兩個正式的回到球場 並且參加了整場世界的對抗賽 其實在之前 其實他們兩個球員在 球隊隊內的一個對抗 不管是全場的對抗 五隊伍的對抗 多打少的對抗 其實他們基本上 都有參與球隊的訓練 但可能畢竟 球員的心理因素跟壓力 因為畢竟 像球員他們基本上 都一年以上 經過開刀回歸球隊 所以他的心理 可能對於這個正式的比賽 還是有所害怕 那經過不斷的訓練 跟心理上的建設 其實一直到最後一場的 練習賽他們兩個能夠 跟職業隊就要對抗 其實在那場比賽的過程中 甚至命中率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表示其實他的心理 已經準備好了 在克服了心理障礙之後 我相信在下一周的這個UBA 我相信他可以讓期待 不管是減停照 或者是高層很久的 他喜歡他們的朋友 其實可以 終於可以看到 回到球場的身影 我覺得我現在目標 就階段性 我現在第一階段 我就先把自己的狀況 看能不能調上來 就調上來 然後再來第二階段 可以全力去擋的時候 就希望自己 可以做比較多事情 就譬如 可能可以分擔一些控球 或者是 場上一些 三分火力的輸出 對 就可能就等我們兩個回來 其實三分一定是很穩的 對嗎 對吧 對嗎 沒講錯啊 對啊 開玩笑喔 聽完陳恩的霸氣宣言 已經開始迫不及待 看健行科大球員們 在球場上 下起三分的 龐頭大魚了 當然第一階段的七場比賽 我們希望能夠 還是全力搶勝 因為畢竟你的目標 還是希望先拿到 把牆的門票 那即便是今年 在健行沒有外籍生的 一個情況下 全本土的陣容 來運戰 當然 禁區的防守跟鞏固籃板 我想這是健行今年 能夠走到多遠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環節 那首先當然 王勝寧有很好的身材 205的身材 那加上身材壯碩的 劉彥廷 我想這兩個人 必須要在防守端 去扛行對方的外籍生 你動輒可能要 都是要扛200公分以上 甚至208以上的外籍生 那勢必會比較辛苦 那除了他們兩個 在跟外籍生的對抗之外 那其他場上市民犬 可能必須都要去參與到 衝翔籃板的一個動作 因為不能只靠他們 兩位球員來保護球隊的籃板 在防守端 你必須每個人 落實好 把照卡位的動作 然後在進攻端 即便便到球隊 所以在比較 命中比較低迷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更多人 去衝搶這個二波籃板 我相信這個區塊 這幾個區塊 可能是今年在 健行科大比較薄弱的一環 但如果本土球員能夠扛下 甚至去彌補這個缺點的話 那我相信健行 在整個進攻端 甚至在球員的分配上面 我相信今年還是有能力 去衝擊這種冠軍 謝謝